推导 我们现在另 向量A 它是一个 任意的向量 你说它是什么都可以 然后第一呢 为一个 定值 就是Constant 定值的向量 它的大小跟方向都不变 于是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横等式出来 有一个向量的横等是 A Cross D 要等于 D Dot CurlA 减掉 A Dot Curl D 有这么一个横等式 好 那么 因为 D它是一个常数 这个 Delta 是向量 而且有微分的特性 所以对它一微分就是零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零了 变成零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只剩下这一项 就是 D Dot A D.A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来算 这个 我们来算这个 写到这一边 好吧 我们来算 这个值 它的一个体积分 这个体积分呢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个 所以它就是可以写成 D Dot Curl A D D 好 那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 又把它写成这样子 因为D是Constant 常数 常数可以提到积分号的外面来 Dot Dot 这个 可以是这个 然后呢 我们再看 这个又可以是这样子 我们又可以说 D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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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是利用向量的 横等式 它可以 不是 我们 这个是一个 A Cross D 是一个向量的 Divergent的这个东西 这个量 它的Dota 我们根据 Stock Theorem 它可以等于 A 写错了 A cross D 的 面积分 可以变成这个面积分 这个面积分 我们可以把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Cross 然后再Dot这个 是三个向量 我们用向量横等式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 可以变成这样子 它可以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以后 我们一样 把这个D呢 提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常数 常数 提出来 好 那里头呢 里头 Dot一个 我们把这两个 互掉 这是Cross 你把它 对调的时候 要加一个负号 所以它就变成 负的 A Cross D A A cross D A 好 那么 这个D A D A 是等于这个 表面上 这是表面 这个是surface 在表面上的 D A 是等于D A 的大小 乘上这个表面的 Normal Direction 的单位向量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写成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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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 D Surface Antical A Cross N D A OK 好 它又可以等于这个 同样的这个积分 又等于这个 于是这两个就相等啊 所以 D Dot D D Tor 要等于D Dot Fu 的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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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有 Cure A D套 要等于负的 S A Cross Univector D A 那就是说 这一项 我们可以变成这一项 可以变成这一项 证明 第二项 可以变成这个 证明出来了 现在我们呢 很重 你别看我们倒了一大堆 你这个忘掉都没关系 你曾经走过了 但你要记得它的结果是什么 它的主要的讲的是什么 这里头就告诉我们 这个是代表这个 Vector Potential Vector Potential呢 如果是体积分的话呢 那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Current Density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 我可以变成这一项 好 我可以变成这一项 这句话一定要了解 磁项量位 我们就简写叫做磁位 那就说这一项 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这个 JB是等于Curl of Magnetization 就是一个物质被磁化以后 刚刚我们画的这个物质 它被磁化了 比如说它的磁化是朝这一边 那就相当于它这个里头 里头有这个等效电流 这个是属于等效电流密度 不是真的free charge所构成的电流 这个好像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Curl of M 它有这个 就是说它现在里头会有JB 它表面上我们现在用KB 表面电流密度 我们刚刚那个 我刚刚上一次 上一次写的这个JS 你把它改成KB KB OK 因为这个课本书 用的符号不一样 我的脑筋 一下子普通物理 一下子这个符号都不一样 你就 把刚刚那个JS改成这个 KB是什么 就是这一项 就是这个 好 第二项 好像是 由表面电流密度 KB 所产生的磁位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 换成JB 把这个东西换成KB 那这个式子就重新写过 所以AF 相当为A 可以用这个式来表示 所以 表示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这个式子最重要 我们 倒了半天 就是要看这个式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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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 problem 然后加上 这个dA是向量 它就是nUnivector乘dA了 以后就记得这个 就好像啊 以前我们不是讲界电质被极化以后 它有表面电荷密度 跟体积电荷密度吗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样 一个物质被磁化以后 它为什么会在外面产生磁场呢 就是因为它体积里头会有极化电流密度 表面有表面的极化电流密度 这两个会在外面产生磁场 你要知道这个 我们重点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说你倒那个东西啊 你今天会倒 你明天不看你会不会倒 那一定忘掉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不可以忘 结果就是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来用这个结果 做一个题目 要记得它的物理意义 现在我们看一个题目 我们现在有一个 我们图画的这一边 有点赞 订阅 这是一个磁性物质做的 一个圆柱体 它的这个轴在这里 这是它的轴 那它的半径呢 我们用B来表示 这个是Z轴 Z轴 Z轴 那这个长度是L 长度是L 它现在被均匀极化 均匀极化 就是说它这个里头的磁化强度 Magnetization 是朝Z的方向 那么我们说这个 Magnetization 是等于M Z 那M呢 是等于 Constant 它被磁化了 磁化以后 它不是对外界产生磁场吗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问 这里有个P点 它的座标是 R是0 Fi呢 也是用0 Z 那 我们现在就 把这个座标 看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0 Z等于0 OK Z等于0 这个Z等于Z P点的磁场 P点的磁场 好 那你现在怎么做 它没有真正的电流 没有free current 你要求磁场 你可以有真正的current的话 你可以直接求电流 或者是由磁向量位 先求磁向量位 再求磁场 那现在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想到 磁化的物质 它会有 我这个忘记写了 它是等于M M cross N M cross N就是 我们 这一项 你可以把它写成NDA 所以KB是等于M M cross N M cross N 我们原来就是M cross DA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 说 好 它现在有 体积的电流密度 有表面的 激化电流密度 那这两个是多少 我们要由这个 Magnetization来求 你先把它求出来 先把它求出来 磁化物质 它一定有这两种的 等效电流 这是等效电流 好 那么我们说 JB 是等于 Curl Magnetization 这要记住 要记住 这等于什么 Curl M 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M是什么 常数 这个有微分的特性 所以 如果是均匀词化 这是均匀的 M等于Constant 就代表均匀 一个物质是均匀词化的话 它里面 没有等效电流 电流只有表面才有 好 那么KB呢 M Cross N 好 那你现在要怎么写 在表面上 那你就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是 M Univactor呢 Univactor是在这里 M cross N 什么方向啊 Fi的方向 对不对 Fi的方向 所以它是等于 这个大小 乘1 90度 然后方向是 然后方向是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它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留的一个 限去 也就是说 它的KB啊 就是在 周围这样子 表面 好像这个螺线环一样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就要算 这个电流 既然是 好像环转电流一样 那么它在这一点 产生的磁场呢 我们就可以用 一个单一线圈 在轴上产生的磁场 为基础来积分 积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 在这个地方 取一个 Current 取一个 Current Element 取一个 Current Element 取一个 Current Current Element 它的方向呢 是朝这一边 朝这一边 那这个就是KB 单位长度 不过这个要 乘一个DZ 乘一个DZ 这个宽度 那这个在哪里呢 这个距离 底边 是Z 远 它的 宽度 是DZ DZ 在这里取一个 Current Element 这个Current Element 会在P点 产生一个 磁场 那我们 由这个 施子 由这个结果 不过一般都 都不把这个 当作公式 所以你要 说明一下 这一点 有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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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由这个 它的B场呢 是等于 你把这个写出来 所以我说 这个值很重要 相当可以做 积分的一个基础 2 Z平方 加R平方的 二分之三次方 那我们就取一个 在 表面 取 取 这个 DI DI就等于什么 KB 乘上DZ DI KB乘DZ 那么这个DI呢 我们就可以 写成 我先写 这个好了 先写 两倍的 Z平方 现在 半径是B 不是R 所以我们就写 μ0 I 乘上B平方 不是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DI 我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 我写错了 刚刚那个还是对 KB乘上DZ 好 则 DI 在P点 产生 的磁场 是这个DB 磁场是这个 圈的中间 现在这里 到这个地方 算是Z 这是我们的 这个里头的Z 但是我们的Z 原点是在这里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是什么呢 它就是Z 减到Z' 我看看 我这里是用Z' Z' DZ' 它是等于Z' 它是等于Z-Z' Square 加B Square 2分之3次方 μ0 I呢 现在就是DI DI就是等于 等于KB 因为KB等于什么 M 所以这就等于MDZ 那我们就把这个写成M DZ' 称上半径 半径是B DB是这个 现在我们要求B 长去积分嘛 它这个方向是不变的 因为 你这个面就是朝这里 所以你不管你这个 Element在哪里 在这里产生的磁场 都是Z方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Z 积分积出来 就等于 Z是常数可以提出来 它里面的这些常数 都可以提出来 然后积分 看看这有没有写错 B平方 落在一个B平方 R平方 落在一个平方 好 乘上 用Z'来积分 它从Z'等于0 一直积到L Z'从0积到L 那这个积分 是等于这个东西 下转积到L 现在是从0到L,把0带到这里,L带到这里,最后的结果呢,它是等于Z。 Mu0M over 2Z,正好,Z平方加P平方减掉。 B长就是这个,所以它这个概念就是说,一个物体被磁化,磁化以后呢,它就会有这两种电流。 你把这两种电流算出来,你有电流密度嘛,这时候我们直接求磁场比较方便一点。 不需要经过这个磁下那位,我们直接求这个磁场,就好了。 所以你要懂得这个概念的话呢,你就会知道,遇到这种问题,你要怎么去处理。 好,那么另外一个例题啊,我们只做一部分。 是不是下次再讲完? 是不是下次再讲完? 你们怎么这么不耐烦啊? 这么不耐烦啊? 考力学,力学跟电池好像没有冲突啊。 我们看一个这个,这个例题我不是全算,因为这个例题磁场以前算过,我们只是把它讲一下它。 你要注意些什么? 什么? 对啊,是上一半,是上... 另外一个题目,我们是这样子啦。 因为上次已经稍微讲过了,我把这个提一下。 什么? 什么?里面有恐惧症,是吧? 上一次我们讲过,有一个球,半径为这个,为R的一个球。 半径为R的球。 它有表面电流密度,有表面电荷密度。 它旋转的时候不就变成有表面电流密度吗?对不对? 我们要求任何一点的磁场。 这题非常难,上一次讲过。 求这一点的磁场等于多少? 上一次是告诉你这个,上面有Sigma均匀的表面电荷密度。 然后它旋转,它朝这个方向Omega旋转。 那么Omega就是这个。 Omega是这个,向量。 求这个。 那现在我们把它换一下。 它不是带有表面电流密度,而是这个球是由磁性物质做的。 它呢,均匀词化。 它这个均匀词化。 它在里头啊,均匀词化。 均匀词化。 那么Magnetization要等于Mz。 那M呢,是等于Constant。 Constant的。 现在要求P点的磁场。 它没有转哦。 现在是不转哦。 现在没有转哦。 好,现在怎么做呢? 你就想啊。 一个磁化的物质,为什么会在外面产生磁场呢? 因为它可能有体积的激化电流密度。 有表面的激化电流密度。 对不对? 所以你把这两个先求出来嘛。 好,那Magnetization。 好,我们Magnetization已经写了。 那我们说它的JB KB就等于CurlM等于0。 因为M是常数。 然后呢,KB KB KB 它是等于M CrossN Univectal。 比如说你在这一点来看好了。 在这个地方好了。 我们把R写到这里。 我们把R写到这里。 好,你在这一点看。 N是朝这里哦。 N朝这里哦。 Magnetization是朝这个方向哦。 均匀的嘛。 M crossN M crossN 5的方向。 这是几度啊。 这里如果是θ的话, 这个也就是θ。 所以它是等于M sinθ 乘上φ。 你有了这两个。 就说, 这个0我们不管了。 这个不会产生磁产。 只有这个。 这个就好像是 好像是啊。 我们就可以啊。 我们跟这个余。 例题。 5章。 第11。 做比较。 因为那题我们解过。 你现在比较一下。 就知道啊。 好。 上一次是这样子。 它是等于这个 sigma v 它是等于 这个上一次做过哈。 。 那么。 得。 我们现在的magnetization的大小呢。 就是sigma Omega r。 我们现在跟这个比较起来。 就是说这个就是magnetization。 就是magnetization。 这一项就是magnetization。 然后啊。 你就可以套用上一次的。 你就可以套用上一次的。 上一次的。 得出来的值。 你把这个变成m就对了。 这个我们就不去。